说这些 听起来好像我特别支持盗版似的 有人把山寨解读于源自崇拜 那我说盗版全是无奈 无奈的一头呢是太贵 另一头是执法人员太累 为什么累啊 前面咱们说了一句话 买东西的 卖的人东躲西藏 买的人立直气壮 你就算把所有做盗版的人抓起来 但有需求市场还会再生呢 真正的源头在买 而不是在卖啊 这就是一个着急忙慌的时代 忙着追 追上一个又赶去下一个 原创就成了这个时代 最奢侈而又最便宜的东西 我明白为什么 至今清清百老汇都没有广告赞助了 作为一档 每个字 每个标点都原创生成的节目 我们 并不属于这个时代 希望有一天 或许是我的下一代 会指着手拿到板盘的我说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广告之后见 广告之后见 回到清清百老汇 会声 会色 会 会 会 最近各种会 A派克 G20 东亚风 东盟会 一打开电视 就是会 就看那后面的背景板啊 换来换去的 但开会的人 好像都差不多 是那几个 我就说啊 有多少事 您几位不能一次说完吗 一个点开完 去下一个点 这外国的三公消费啊 简称外公消费 也成问题啊 外公的事 不管 内公练好更重要 最近国务院啊 就准备对三公立法 没错 这年头 靠自觉是不行的 无法就能无天的 不过 三公消费 总有其积极的一面的 比如 公款接贷 没有他们的胡吃海猜 影响一大批人的就业问题 这个法 建议 优着来 缓着陆吗 法 法的意义有很多 可以是法律 可以是方法 前者将我们规规矩矩 后者让我们游刃有余 但是各国的法律也是无亲不有 来说几个 像美国 美国各州的法律不同啊 有些规定令人匪夷所思 比方说在佛罗里达州 没有父母亲的书面同意 小孩不能看哈里波特 看电影得拿介绍信呢 看来还是我们幸福 小时候看那个 如比雪星 出世暴力的黑猫警长 都没有人管的 在法国 养猪户啊 不可以给猪起名叫拿破仑 但是鸡可以啊 他没说吧 在芬兰 没有阅读能力的人 不能结婚 不知道为什么 而在英国 男人要是公开宣誓 一年之内 不跟老婆吵架 可以向政府免费领取火腿 哪个马啊 这是 总之吧 就各地的法律千奇百怪 最近在英国大大小小 你看示威无数嘛 为了防止民众做出过激行为 执行了多种的临时性法规 这可忙怪了英国的情报部门和军事部门啊 呃 枪支弹药 各式菜刀 垃圾桶 下水道 都要严密监控 这些还不够啊 现在就让我背后这个大柠檬都限购了 一次只能买一个 据说是因为柠檬太酸 可以当那个胡椒喷雾使用 那照这么说 全国上下的超市以及菜市场都应该划归军方后勤部管理 划盆 军火库嘛 从小咱们就被教育 要遵纪守法 上课开会 你也得认真的做笔记 积极发言啊 但是人家韩国人就没这么规矩 前几天 韩国的执政党 大国家党 召开国会全体会议的时候 借他们在议会的多数地位啊 强行通过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 在表决通过前的几分钟 说是哪十块啊 反对民主党 反对 反对党 民主劳动党的一名议员 就在国会 看见没有 这冒烟的 扔了一个催泪瓦斯坦呢 两党官员就互洽 现场一片混乱 你说开会 你听不进去你可以睡觉玩手机啊 我就一直觉得啊 资本主义这个议会制度 不可能实现和谐 他们那些人叫什么 议员 全是怨气啊 像我们从小学开始啊 就是什么数学课代表啊 语言课代表啊 一开会 同学们都代表了吗 给我看看 好 全票通过 美国也是 为了再削减国内赤字 减少债主逼债的压力 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超级委员会 本来是好 挺好的一个想法啊 希望这个委员会可以用超级迅速 超级强硬 超级高效的手段 解决问题 可没想到啊 就成了超级市场 奥巴马成了卖菜的大叔 共和党成了买菜的大婶 国家大事搞得像砍价现场 就就减一万亿 不用 必须两万亿 再少点呗 再这没商量 你喝西北方 讨价还价了好几轮 也谈不懂 这美国人谈到钱呀 被谁都婆婆妈妈的 法 不外乎人情 最近我国就对产价的规定做了一个修改 很有人情味 原本的法案里产妇的产价九十天 而现在呢增加到了九十八天 作为奶爸的我是又高兴又忧伤啊 高兴的是全中国的产妇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好好的修养 忧伤的是什么呢 我发现在英国 产妇的产价卷有五十二周 就整整一年了 而且产价的一半还能转让给孩儿的爸 同时还享受政府的各项补贴 怪不得英国人肥胖呢 都在家里歇的 咱们中国也有补贴 老婆各种补 老公腰包贴呀 前段时间 广电总局还下了一个限于令 作为一档高端 有深度的战略性节目 我们青青节目组坚决支持 这些又盛传了 明年开始 所有的电视剧取消中途插播广告 秉承着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原则 我分析未来电视剧的走向是 播一个小时电视剧 比方说康熙秘史 再播一小时广告 比方说康熙福秘史 轮轮来 或许我们再也不会看到四十分钟一集的电视剧了 全都剪辑中十分钟一集 爱看不看一天播十集 这不算中间插广告吧 好办法好办法 这孩子太聪明了 提到法呀 大家脑龙第一个反应应该是犯法 在一切向前看的中国 什么犯法的事都干得出来的 前几天就在深圳的罗湖口岸 警方抓获了一名贩卖十五万婴儿的这么一个女子 十五万婴儿怎么拿的 不是婴儿啊 是婴儿的资料 资料有多全 出生日期 医院的名称 父母的资料很详细 联系电话家庭住址 每份卖三百 人事厅厅长都不知道这么多事啊 好不好 警方在这名女子的家中 还搜出了深圳楼盘业主 车主名单等数十万份个人资料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天能接十几个推销的电话和短信 但是呢 有的呀 还真的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发来的 比方说电视台的人 收到开假发票短信的就特别多 你懂的 还有这事啊 您看看该给个什么说法 六个云南山区的教师到广州参加培训 上完了课 哎呦大城市咱们集体逛逛街吧 走着走着 插糊涂里杀出一少人马 二话不说 上来就是一顿海扁 定大片汉 后来才知道这群好汉是广州的警察呀 这时候警察叔叔说 哎呦 不好意思 打错了 打错了 以为你们是犯罪团伙呢 太像了 误会啊 误会 感情警方打击犯罪团伙 就是这么打击的 这在我们江湖上就群欧啊 集体逛街能逛从犯罪团伙 那样集体宅家里边很有可能是密谋叛国呀 小心点 那在中国啊 这个官员们他们怕什么法啊 什么法 腐法 对了 最近要监局的原副局长张敬礼 张敬礼同事 腐法了 这个这个兄台啊 啊 腐败方式 不得了 天上人间的常客 有品味 还有别的贪官 直接了当 收钱办事 他不直接收 出卖自己的书 可以可谓是开创了受贵的新模式 有文化 落马的原因呢 是顾枪手 写了一千三百多封举报信 来诬告陷害自己的顶头上司 有胆破呀 这样的人才 真是要好好跟他敬个礼 走好 啊 法 从我第一天听到这个字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严肃 甚至特别残酷的字 我不由的就想到因法而生的刑罚呀 犯法呀 所以法这个字 我觉得更应该是一个金字边 或者是有个利刀旁 犯了法 咔嚓一下嘛 但是我们古人在造字的时候 恰恰用了五行之中最温柔的水 作为法的偏旁不守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那句话 一碗水要端平 为什么你行我不行呢 你永远想这么干呀 唯有这碗水端平了 这个天下才会太平 我们下周见 原生 他就像一出音乐剧 贫富贵贱 各行各业 都是曲子之一 有人平淡 有人离 接着为你播出 太太乐 到场以后 才没法恩基 优优独播剧